四、《文匯報》 講未來三十年靠一帶一路 2015年7月20日香港新聞 A12香港《文匯報》信國家提出了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近日指出 只要香港能夠把握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推進金融、貿易物流、工商專業服務和旅遊業等 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發展 將可推動四大支柱產業的升級 為香港經濟帶來新起點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年輕人 再接下來的三十年甚至五十年 香港整個發展都會有個衣櫃 為協助業界開拓市場 他將率香港商界和專業界團體赴一帶一路完善國家考察 並證光野含式S的一帶一路專題論壇等 提高商界和市民對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認識 曾俊華近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 前三十年內地的改革開放 給香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再下一個三十年香港經濟發展的重心 顯然就是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了 這是香港經濟發展千彩難逢的機遇 必須要牢牢把握 六十多國為港征提供就業機會他解釋 一帶一路完善的六十多個國家 部分新興市場與三十年前的深圳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香港能把握機會、推進金融、貿易物流、工商專業服務和旅遊業等 四大支柱產業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發展 推動四大支柱產業的升級 一方面可為香港經濟帶來新起點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年輕人 更重要的是可以為國家造出貢獻 雖新市場來維持港人均增進話說 現在整個世界都在全球化 香港更是外向營經濟 我們不能再指定柴有的700萬人 單靠本地市場不足以支持香港經濟發展 一定要向外尋求增值 在二、三十年之後 香港人均可能由現時的4萬美元 增長至4萬美元的幾倍 必須要有新的市場 才能維持到 他談到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優勢 包括擁有全球最具規模的利岸人民幣業務 和一流的資產管理服務 可以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主要集資、融資平台 尤其是一帶一路完善國家 不少是伊斯蘭國家 它們融資未必會採用普通的債務形式 幾年前我們 香港 想到發展伊斯蘭金融 當時我們沒有想到一帶一路 但現在看到這個路線是正確的 曾俊華又透露 它已且亞投行考慮在港設立辦公室 而亞投行方面也有意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發債 好處是既可更好地接觸到全球投資者 而香港已有發展伊斯蘭債券的經驗 最重要的是香港金融市場成熟 在港發債的成本較海外不少地方都低 亞投行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發債 就能以更低廉的成本獲得資金 將略商界專業界考察完善國家 為協助在業界開拓市場 曾俊華將略香港商界和專業界團體 赴一帶一路完善國家考察 過兩、三個月 它會先赴絲綢之路尾端的東歐國家 包括匈牙利、波蘭等考察 並計劃明年會出訪中亞國家 同時也不會放棄海上絲綢之路的完善國家 光環與一帶一路專題新論壇 不少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是香港合作已久的貿易夥伴 但也有更多是香港較陌生的新興市場 曾俊華說 下一步的重點是提高商界和市民 對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認識 他已邀請香港貿法局加強對這些國家市場的研究 同時 特區政府也會多舉辦一些論壇 將會在下半年的航運 金融論壇 增設一帶一路專題環節 政府環境在光野含式S的一帶一路專題論壇 希望香港每年都有這樣的專題論壇 垂直線